大家好 大家好 伯伯雄好 今天這部影片的主角 不是我們這邊 在對面 這個阿牧確實真地厲害 我們連續大概遇到了兩三場吧 那我覺得阿牧能夠在這種高端局 就是灌高這種排位場 打出進攻效率是非常值得學習的 所以特地來解說一下這部影片 咱們就繼續給大家看下去 這邊一開局 對方阿牧馬上就想要偷擊 不過身為最會蓋阿牧一般跳投的工程 注意一下我的站位 我是站在扇形面積的側邊一點點 在他球準備要離開手之前跟著跳起來 不過這邊反映出了阿牧的智商 他先對我做了假動作之後 把我騙跳 再出手 就算這一顆球不是空位 他一樣可以進 因為這是第二個機制球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player 這個位置可以看到 我在等待阿牧往前靠近的那一刹那 我準備要直凸去看一下對方反應 我剛看到了櫻木跳的 並不是我上籃的那個位置 那我這邊跟阿牧說 再靠近一點點 我就直凸跳投 結果他真的往前進 當然就投給他看 那我這邊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工程的小秘密 在第一球把球分出去之後 第二球就算受干擾 也是有很高的機率可以命中的 那這一判順便跟大家講為什麼我要跳起來 通常不跳防的 是因為我真的不小心踩到了綠色範圍內 所以我選擇跳起來以免被他晃倒 那麼這一球是阿牧的單數球 很有機率彈出來 果然彈得出來 不過很可惜被櫻木跳鬼挑走 來這裡注意一下櫻木 櫻木的位置 阿牧在晃的同時櫻木已經跑到一個絕佳的位置 這邊的Catch人數空位出手 進就算那當然沒進就落賽 但很可惜我太矮強不贏骨穿 那下一球是阿牧的雙數球 所以這邊被他騙跳起來之後 他馬上再補一個干擾球 不過這個球命中的機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是覺得他懂機率 而且他知道我會蓋他 所以不停在我面前做假動作 其實在這個moment我直接拔起來 對方基本上是不可能蓋到我的 但是我給蝦我做了一下迷之抖動 結果硬要等對方的阿牧衝上前來 那籃板球再次回到對方的手上 好這一球非常危險 差一點可能會被晃倒 那麼下一球可以看到阿牧在接球之後 直接拔一個鐘頭 我還在迷之抖動 導致我的當下來不及反應起來 因為人太擠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一個阿牧出手的很好的屏障 你們懂嗎 可以試看看 好這一球成功的被櫻木給拆到 那算是我自己一個失誤 結果一連串的進攻 直接在一個第三 當下我能思考的大概就是 等一下去健身房要先做兇還是先做貝爾 不過沒關係 正所謂君子報仇三秒鐘不晚 來注意一下這個位置 接下來這一球是對角色的理解 櫻木的這個位置 以他的機體是不可能蓋到上籃的 所以我這邊果斷直出跳投上籃 成功出位 他是有蓋到那個鍋點的 但是因為距離的關係 所以沒能把我扒下來 好這邊跟大家講 面對到這種假頭型的阿牧要怎麼處理呢 正所謂出外靠朋友 球場靠隊友 這邊阿牧接球之後 再一次隊友使出假動作 被騙跳之後 魚住馬上跟著補上 不過很可惜這個地板球落在對方手上 下一個重點又來了 看個仔細看個清楚 這邊阿牧一樣準備要做假動作 注意一下櫻木的位置 他準備RUN了 他要跑啦 這個假動作騙起魚住之後 我就算已經看到櫻木要離我遠去 但是看到車尾燈 還是摸不到他的後照鏡 這一球成功的被他們打出了一個 炸欺魔術阿 這邊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在我多次的實測之後發現 工程呢 基本上沒什麼機制球可言阿 像剛那一球呢 我就是抓一個機制球 結果還是沒進 那這邊呢很簡單 就是櫻木用一個簡單的虛晃側跳 成功的騙跳魚住 沒有太多的技巧 就是一個技能而已 這邊順便跟大家說呢 如果流川風找不到人家複製的話 你要複製阿牧的帝王速投 請馬上複製的下一秒鐘 趕快把他投出去 因為這樣呢 才能夠有效的縮短 下一次的CD 你也許可以在一場裡面 開個兩三次的帝王速投 這場比賽也看得出來 我們的地板球是相當的不弱 基本上毫無地板球可言 這邊又被騙掉一次之後 他想要一個騎馬 我直接給他蓋掉 地板球呢 還是在藏古川手上 阿牧這邊一個帝王槍頭 18秒尾力 好險 五燒香拜拜 那麽我覺得他們籃下的櫻木呢 其實算是蠻會防守的 你看他鍋點都跳對阿 所以這一球分出去 算打了一個流川的雞子球 那這個下一個呢 可以看一下這次阿牧的組合 很容易出現了 就是 蒼古川站在後面 對吧 然後把流川吸引過來 那現在有四個腳踝 隨便一扭 咔嚓一下 帝王速投就出現 所以如果你是玩這種 飛進攻型的角色 比如說內藤還是什麽 蒼古川 反正就可以用這方式 站在阿牧後面讓他去晃 讓他累積多一點能量 那我嚴重懷疑呢 工程的雞子球呢 跟他分球的這個次數也有關西阿 我需要呢 去花一點時間 來好好探討這件事情 可以看到我技術連續兩次出手都沒進 那這邊呢 做一個假動作之後 再一個後仰成功阿 雖然是頂著嚴重干擾阿 但是 已經連續三球了 我就覺得差不多要進了 這就是賭徒心態阿 那麽這一球呢 很可惜阿 我在往後位移的瞬間 這個位置距離真的差太遠了 基本上他投出去的話我是蓋不到的 不過呢還是造成輕微的干擾 可以看到我鍋點其實跳對的阿 但是 還是被對方給投出去阿 相當的尷尬阿 好這邊呢可以看一下 很快速的呢 先測試一下櫻木 欸他這一球沒跳 所以我覺得呢 時間還很多 他應該不覺得會這麽早出手 所以打了一個心理戰術阿 成功了再嫖下這兩分 因為呢時間阿其實還很充足 剛剛這樣繞了一圈子才過了大概三四秒 所以我覺得對方不會認為我那麽早想出手 好這一球呢很明顯可以看到 我呢是馬不停蹄直接往右邊跑過去阿 我已經拆到櫻木想要側頭了 不過我是蓋不下來的 還好盧巴在阿 那這邊的話做個假動作 再分球對方阿牧呢 並沒有想要蓋我的意識阿 因為我已經呢用這種跳投方式阿 就是想要偷很多次分數 但是由於這個礙於都被干擾到 所以都沒進 那如果進的話可能會給阿牧比較大的壓力 但他可能覺得幹我就這個衰小子阿 所以不會進不想防守我這一般跳投 那麽這一球呢是沒蓋到的我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這一球呢我覺得我個人是跳快的 因為呢你可以看他球還沒出手的時候 我人已經飛在半空中了 所以呢這一球的鍋點其實是不對的 有時候你不要相信他說什麽主攻位置不對 是你鍋點對的位真的是位置不對 其實不一定 那麽工程的靈巧上籃的鍋點呢 大概就在他球還沒出手的時候那櫻木跳早了 那很可惜呢後面被追鍋阿 我這邊拉出來做一個假動作 再分球一個catch ok沒問題 比分呢現在回到了3分差距 其實呢還有45秒 感覺還是有機會阿 在手下個一兩球 這邊可以順便注意到對方呢 持續使出一種澳大利亞陣型阿 你可以看到谷川就是站在後面阿 然後讓我們這兩個人都貼的阿牧很近 這邊來一個華麗的360度 沒有180度旋轉跌倒 來了一個致命的 基本上宣告死亡的一個帝王3分 很可惜 那這一場呢基本上毫無懸念阿 這邊再做一個假動的分球 這一球干擾彈的出來 那魚住呢搶下本場的第一顆藍斑 骨川最後送了很愛用一般跳投小馬哥 一個再見火鍋 地板球呢也在對方手上 整場我們基本上拿不到什麼地板球 那櫻木這個騰空飛騎再來一次嘲諷的感覺 自己沒灌進 你們自己再把它補扣扣進 那最後呢已經無心練戰 愛抄就給你抄阿 那我們順便來總結一下這一場 這一場呢基本上就是 直接被這個進攻阿牧給打爆 真第一次打爆 阿牧在這一場觸發的帝王速投很多 還有兩顆這個帝王3分 都是拉開差距的一個關鍵人物 再來呢就是 我覺得這陣容可以更好選擇 當然是選比如說慈善阿 基本上可以玩客阿牧 因為對方的這個攻擊陣 其實就最能夠攻擊的大概就是阿牧了 如果選一個慈善出來基本上是可以玩客的 但比較怕的就是流川呢 他呢要嘛就突破被操 如果不突破拔起來很有可能被古川蓋掉 也是進攻壓力三大 所以這種場合我真的只能說 真的是依靠各個操作手的這個實力來打 那這阿牧的確呢也是 包達的體股完膚阿我覺得這蠻厲害的 值得學習效仿好不好 阿牧